将是台湾陷入核灾风暴的合一场干事主存行动 正悄悄的在新北市合一场内进行 从露天主存的地点来看 眼前这几座都还没有装填用过盒子燃料的混泥土裤箱 就位在离陡峭的山坡不到十公尺的地方 后方有整片山坡地 前方则是前华溪 后有山前有溪 将来若是发生山崩洪水 后果不堪设想 它就在这个三角下 这看起来岌岌可危啊 那三角断层离合一场才7公里 现在都已经预估是大概114公里长 比车隆浦断层106公里还长 一旦地震起来 上面的石头 这个整个土石对下来 那这个把它烟这个盖住了 这通气孔没有办法通气 里面就焖烧 那如果大石头把这个打破了 那大概就是像重岛那个浮岛核灾 那个冷却池那个水流完了 然后那个燃料棒就在里面就完全焖烧嘛 然后又跟空气接触 如果那个石头把那个里面的不锈钢筒打破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危险啊 那我是觉得说 无论如何要重新找地方 另外合一场干事主存设施都是台电包包给 核烟所自行设计 没有经过国际安全验证的产物 钢筒内的辐射线 一旦与水汽结合就会产生氢气 届时就会有轻爆的危险 它有将近200公吨接近 那目前为止世界上的运输的 不管是车辆平板车 本身也只不过几十公吨 二三十公吨 还有道路 道路是不是能够仇胜这么重 所以我认为台电大概就计划在这个地方 就变成永久存存的 不可能移开这个环境 因为外面道路啊 什么配合上都有问题 第二个 它这个距离大概1.5公尺一个 然后假如发生台风 发生什么那个 任何灾难 几乎是没办法救的 几乎是没办法 因为任何救护车或者是消防车根本开不进来 只能开到大门口 这都是我们应该很顾虑的 还有它出气口跟入气口 我刚刚量了一下大概不到1公尺 非常小的一个进气口 跟非常窄的出气口 再稍微一堵塞的话 那是很麻烦的事 和一场干事主唇设备里头 要存放的是相当于每桶560颗原子弹的放射性同位数 但是从钢筒到水泥护箱再到为主体 都是难以抵抗辐射线的材质 这一个桶子的重量是228吨 里面是钢筒 当然装了两个水泥护箱 还有围柱体 比如说这228吨是什么东西 里面怎么要 你怎么知道 里面的 南方里面的核种 是可以高达十几万年的 搬帅期 所以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是被读的 全市都被弄解决问题 应该放在室内 要做纯钢筒的 纯基础统的 不是钢筒的 这事应应该讲说 让人可以看它 可以监视它 万一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如果这样做的话 在路边马上出问题 那三四十个月就可能弄解决 所以这就是比核四个人出的问题 蓝宇人要求低阶核废料 以室内恒温方式主存 但位在新北市的高阶核废料 却只以干涉露天气质 将来用过核子燃料以钢筒封存 再也混泥土互相 和水泥维族体简单保护 近230吨重的主存筒 难以有交通工具可以载运 未来更没有再处理能力 新北市恐将成为核废料最终处置厂 立委更质疑台电公司将这项工程 发包给监督单位元能会的核研所 核研所在下包给曾经涉及核四弊案的台电退休人员 担任顾问 更涉及利益回避法令 施工与监工过程松散 现阶段核一场干涉主存根本不可行 所以你把这个工程台电标给核研所 核研所又标给一个涉及到弊案的 这个相关的退休人员 这个除了说啊 我不晓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弊端啊 这为什么指定用限制性招标的方式指定标给他 但是这个是很明显的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回避法的这个原则 你说你说你们原能会大家会有信心吗 你们监督台电的这个监督的能力跟公正性 大家会有信心吗 2008年到2010年的3月撤回来 所以一年多的时间 他们没有完全审查结束就撤回来 所以这个美国核能管制会的对于这个审查 有没有意见我们都不知道了 台电核一场环凭相关计划审查结论监督委员会 多次针对台电公司进行核一场干涉主存计划的发包 冷测试等作业 要求提供准确资料与测试影片报告 但是台电公司一再拖延时间 自使即将在8月份从冷却池取出的用过核子燃料棒 就要进行危险的热测试 让北台湾陷入空前的核灾危机当中 来翻收 bre 中阶 等